大家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六,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親愛的觀眾朋友,你們好。在新聞開始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健康520現在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每年只需要50元美金,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全年10%折扣。 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精選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支持你的自我療癒能力。 專家團隊獨立配方,只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 這個不僅是一種保健品,它是你每日的活力和平衡的夥伴,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喚醒內在活力。 現在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享受專屬折扣,讓健康的改變從今日開始。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5月10日,俄羅斯軍隊突然對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地區發起了大規模進攻行動。 這是自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俄軍首次跨境襲擊。 在關鍵時刻,美國重磅出手。 美聯社的報導說,俄軍出動了裝甲部隊和機動化步兵, 在重砲和戰術戰鬥機的支援下從俄西部的別爾哥羅德地區 沿多條路線越過烏克蘭邊境。 烏克蘭向這個地區緊急增援後備部隊,試圖阻止俄軍的推進。 但是,據烏克蘭消息來源說,俄軍已經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多個橋頭堡, 已佔領哈爾科夫市東北部的多個定居點。 由於進攻非常突然,烏克蘭首軍最初遭受了相當大的傷亡。 目前,烏克蘭國防部表示,攻擊被擊退,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 與此同時,哈爾科夫州、旭爾昌斯克及周邊居民點已經開始大規模疏散。 當地居民說,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砲擊,現在在旭爾昌斯克很危險。 從凌晨3點開始,警暴響了近13小時。 當地遭到制度空中炸彈、大炮、火箭炮和迫擊炮的攻擊, 俄軍在整個北部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砲擊和空襲。 報導說,俄軍突然大規模進攻哈爾科夫的目的。 一是,可能會迫使烏克蘭向這個地區派遣更多軍隊,使其他地區更加脆弱。 二是,可能是俄羅斯打算建立緩衝區的開始, 因為普京要建立這個緩衝區, 來阻止烏克蘭對別爾哥羅德和其他俄羅斯邊境地區的頻繁襲擊。 另外,俄羅斯在烏克蘭北部邊境地區部署約5萬名士兵, 400輛戰車、930輛裝甲車、990門火炮和120輛多管火箭車, 並分別在富斯克、布良斯克和別爾哥羅德三地區組織了三個進攻集團軍。 而澤連斯基此前表示,烏克蘭彈藥緊缺時候,俄羅斯正在準備佔更多地方。 烏軍副國防部長奧列克雙德爾·帕夫紐克表示,烏克蘭正在籌備十個新女。 10日,美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一筆4億美元軍事援助。 科比表示,最新的軍事援助部分是為了幫助烏克蘭擊退俄軍在哈爾科夫的推進, 其中包括高機動性火炮火箭系統和火箭, 以及外國者和國家先進地空導彈系統的彈藥、火炮、防空和反坦克彈藥, 以及一百輛布拉德利和防雷伏擊保護車輛,全部是烏克蘭最需要的武器。 武器系總統授權,直接從國防部倉庫提取,他們能夠迅速進入戰線。 與此同時,捷克以將第一架F-16戰鬥機模擬器移交給烏克蘭, 專家以對模擬器的主要模組進行了測試並準備運行。 標準部報導,首批F-16戰鬥機將在幾個星期內出現在烏克蘭, 而近期,烏克蘭已經頻繁的用美國提供的ATACUM導彈襲擊俄羅斯的軍事設施。 5月3日凌晨,俄羅斯陸軍總參謀長拉平上將的兒子, 被美國人送的ATACUM導彈擊中炸死。 北約此前明確表示,出兵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俄羅斯突破前線,另一個是白俄參與和侵犯波羅的海國家。 那你覺得,俄軍突襲哈爾科夫, 這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策略, 還是普京計劃迅速拿下戰爭? 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阿聯酋提交的一項決議草案, 建議安理會批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成為這個組織的正式成員。 有143個國家對這個文件投爭成票, 9個國家投反對票,包括美國、匈牙利和捷克等。 25個國家投棄權票,包括英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 自2012年以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一直以觀察員國身份在聯合國任職。 9日,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德已經表示, 拜登政府反對聯合國大會即將進行表決的決議。 推動這項決議的努力並沒有改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目前不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聯合國會員國標準的現實。 這項決議草案並沒有改變巴勒斯坦作為非成員國觀察團的地位。 以色列的聯合國大使, 埃爾丹在聯合國大會主席台上拿出一台小型粉碎機, 將就真版的聯合國憲章一葉葉粉碎。 他說,在未來的歲月,你將需要解釋你是如何違背所有道德和聯合國憲章, 揭進全力為希特拉的一群大屠殺者提供一個國家。 當哈馬斯接管加沙時, 這個機構將歡迎一位哈馬斯代表加入他的隊伍。 他的目標是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就像他的伊朗同行一樣。 知情的外交官向美聯世表示, 中俄都強力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 但對通過一個附件詳細羅列, 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待遇卻有關切。 因為他們擔心這個舉措將在聯合國 為後來尋求聯合國成員國待遇的申請案組成先禮。 俄羅斯擔心科索玉, 而北京卻擔心台灣的潛在申請案。 所以,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最終草案刪除了有關巴勒斯坦 和其他成員國相同地位的措斥。 為了照顧中俄的關切, 在附陸中就投票權問題增加了一項條款, 明確表示,巴勒斯坦國作為一個觀察員國, 不擁有在大會投票或向聯合國機構推薦候選人的權利。 希望接聲頭頭是道的主持石頭認為, 巴勒斯坦要想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 還需要安理會的批准。 這個投票象徵意義比較多。 目前巴勒斯坦就連它具體的國界在哪裡都沒有確認, 只能空談。 加上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 最起碼近期不會成為成員國。 路還很長。 對目前以黑衝突沒有什麼影響, 反而台灣卻具備成為會員國的所有條件。 不過,中共的阻撓也變得困難重重。 據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 如果有任何一個聯合國機構賦予巴勒斯坦國完全的成員國地位, 美國就必須切斷對這個機構的資金支持。 如果聯合國決定接納巴勒斯坦國成為它的成員國, 它就有可能拿不到美國作為最大資助者繳納的會費和捐助款。 另外,據路透社報導, 以色列是否違法使用美製武器備受討論。 按照拜登2月發布國家安全備忘錄。 10日,國務卿布林肯向國會提交報告。 3名美國官員披露,裡邊沒有判定以色列軍隊違反使用美國武器的條例。 雖然拜登政府不斷表示關切。 10日,以色列戰爭內閣投票一致批准擴大對加山南部拉法斯的軍事行動。 美國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可能因此產生新的壓力。 而一些共和黨參議員認為, 以色列正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民免受伊朗和其代理人傷害而戰。 但拜登政府認為,現在是腳軟的好時機。 當日,以色列國防軍對黎巴勒南部、奧代塞、希瓦姆、 拉布埃爾塔拉辛、 代以西里亞內、 艾塔阿什沙布和邁比布地區的恐怖目標完成了一系列打擊。 以色列空軍戰鬥機拆除了真主黨的5個軍事設施 和一個額外的真主黨軍事發射站。 為慶祝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 美國紐約地區在5月10日至13日期間, 舉行成大慶祝活動。 10日當日,在紐約曼哈頓42街最繁華的街道, 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參與遊行。 遊行奔城三個方陣。 其中包括法輪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輪功, 聲援4.3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 打倒中共惡魔NCCP。 聯儲超過420萬。 遊行陣容包括花車、法輪功功發展士、 舞龍舞斯、太鼓表演、天國樂團等。 展現寧靜、祥和。 以及法輪大法和全世界與真善忍的美好。 請大家報答。 在遊行現場, 住在皇后區的投資顧問佛蘭西斯·桑塔拿華。 遊行的這些人都看上去那麼長和、平靜, 而且看上去都很自豪。 遊行對五五顏綠色, 被我們展示了濃厚的東方文化氣息。 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 我聽到對他們的迫害真的非常難過。 每個人都應該有他們信仰自由和選擇的權利。 一對從加州來紐約參加婚禮的舞女, 遊行在上午觀看法輪大法遊行現場, 女兒、海西、河斯說:「我覺得這個遊行太好了。 我從來都沒見過這樣的遊行。 他們傳遞的信息非常有力量。 也讓我們認識到正向思維的力量是多麼偉大。 尤其是在這樣細風日下的當今。」 飛天大學四年級的學生Kenny Zhang 告訴本台, 她今天很高興能來到曼哈頓參加513世界法輪大快日慶祝活動。 10年前,她在大陸的家被公安追查, 所以迫不得已只好背井離鄉來到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 她說:「今天有機會來參加這樣的大法遊行活動, 希望通過這樣的遊行能讓更多人了解法輪大法的美好。」 法輪大法源自中國, 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13日面向社會傳出, 現在已經洪傳到110多個國家, 直到現在獲得各國高獎超過萬份。 主要著作《轉法輪》一書被翻譯為50種語言, 在世界發行和傳播。 2000年,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自發港將5月13日定為世界法輪大法日, 感恩李洪志大師傳出大法, 讓人身心受益,生命得到昇華。 因此,今年的5月13日為第25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中共政府長期從事不公正貿易行為, 近期又有國企翻車。 10日根據多監美國媒體報導, 中共四大行之一的建設銀行, 捲入涉嫌再保險棄詐案, 在美國曼哈頓遭到起訴,引發輿論關注。 評論指出中共政府財政急急可危, 而其長期以來從事的不合規行為, 也在近期不斷暴雷。請聽報導。 根據公開報導, 美國保險同居家服務員體提供商Porture Group 9日在曼哈頓起訴中國第三大商業銀行建設銀行, 說該集團在再保險行業實施大規模棄詐活動, 導致企業夢受巨大損失,股價下跌。 根據美國紐約南區法院訴訟, 建設銀行被指控 和已經破產的一家以色列新創保險公司的員工合謀, 製造幾十份虛假在保險信用狀, 導致Porture 和子公司美國業主保險公司 為不存在的在保險合同支付了幾千萬美元的費用。 直到2023年7月,企業才發現支付這筆在保險交易的 某些信用狀來自於偽造。 其中中國建設銀行提供3億美元虛假信用狀, 涉嫌加入欺詐。 而這個消息也導致起訴方的股價大跌, 因此訴諸法院向中國建設銀行尋求賠償。 相關的做法引發國際輿論嘩然, 但也有觀點認為, 中共長期在灰色區域牟利, 說不定哪一天就在陰溝裡翻船。 消息傳出之際, 俄羅斯總統普京即將對中共進行國事訪問, 美國政府也準備對習近平當局大舉投資的電動車等產業發佈制裁關稅。 建設銀行在海外遭到起訴, 雖然是一次來自美國本土企業的自發行為, 但也反映了一個現實, 就是美國企業通過這樣的問題, 沒辦法繼續相信中共的國有企業, 仍然具有信譽。 從而導致在中美戰略對立的情況下, 民間自發的脫鉤活動也可能加劇。 在此之前,美國媒體頻繁報導關於中共發展背後存在的軍事動機, 長期以來, 中共投入數以十億計算的資金, 支撐其國有企業, 以及高科技領域的供應鏈。 美國商業內幕認為, 這樣的做法在短期內刺激經濟之餘, 還能讓北京通過駐資國有供應鏈和國有機構 實現做好戰略準備的軍事目標。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年3月7日 出席中共全國人大軍警分會場時說, 要發展新質戰鬥力, 還不斷地讓公民做好戰爭準備, 反映出其政府的軍事野心。 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國家安全專家奇勞富里評論認為, 中共在大流行封城政策之後, 做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讓中國的經濟回到正軌。 因為如果社會經濟繼續下滑, 更多中國人就會對習近平及其政權失去信任。 他認為台海戰爭不會很快發生, 原因是中共政府的狀況顯然在此逐天下滑。 在中國網絡,有很多網民嘲諷說, 現在中國的產品只要你需要的日常用品都在漲價, 而汽車、房屋、奢侈品卻在不斷降價。 但是他們降了,普通人也買不起。 覺得越來越艱難,錢還是越來越不好賺。 現在的大環境就是對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通殺,信心已經毀了。 英國特許貿易標準協會日前披露 世上最大網絡詐騙之一的運作機制, 一個假務設計師品牌的龐大網絡, 從80萬名歐美民眾那裡騙取錢財和信用卡等敏感私人信息。 而這個有76,000個假網站的詐騙網絡的幕後主使, 就位於中國福建。 據英國衛報、德國時代週報 和法國世界報聯合展開的一項國際調查, 揭露了英國特許貿易標準協會所稱, 世上最大網絡詐騙騙局之一的運作機制。 報導指,該網站提供迪奧、萊克、鱷魚牌、 宇果博士、凡斯哲和普拉達等很多大品牌的折扣商品。 報導說,一些想購物的人並沒有真的賠錢, 有可能是銀行阻止了付款。 也可能是這些假商店沒有處理付款, 但他們都拿到所有受騙者的個資。 有47.6萬人分享了簽帳卡和信用卡詳細資料, 包括卡片背後的三位數安全碼。 所有的人都向詐騙網絡提交了自己的姓名, 電話、郵電和地址。 專家發現,這項詐騙有組織、技術純熟, 而且仍在進行中。 這些釣魚詐騙網集以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 瑞典文和意大利文等多種語言顯示, 引有消費者交出錢財和敏感過資。 英國官員哈特形容, 這是我所見過規模數一數二大的網絡假商店詐騙行動。 這些騙子正在收集數據, 令消費者更容易受到釣魚網絡攻擊。 而這是嚴重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調查發現,該網站IP位置 可以追溯到中國福建蒲田市和福州市 僱主是福州中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而他們是透過中國銀行獲得薪資。 雖然公司在中國的官方註冊為 生產運動鞋、時裝、品牌包等系列的外貿公司, 但實際上,這些網站和那些品牌毫無關聯。 而很多消費者說,他們最後什麼商品都沒有收到。 目前還不清楚這家公司和釣魚網絡有什麼關聯。 但發現福州中慶公司 目前正在網站招募開發人員和數據收集員。 剛是過去三年,就進行了多達超過上萬筆交易。 專家估計騙酒多達500萬歐元。 其中22500家商店還在營業。 多謝你收聽這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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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